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拜登的連任制度 現在是不是出現隱憂了 因為拜登年紀現在引發質疑 可是民主黨現在沒有B計劃來應退 所以會不會引發黨內的一些混戰 黨內人士就說 如果拜登沒有決定放棄競選 2024連任化 但是民主黨內沒有B計劃 要突然找人取代 他為成為該黨的領袖 將會被解決的 會成為一場混亂的黨內大戰 而拜登做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也讓特斯拉的執行長 馬斯克說不會投票給他 怎麼說 馬斯克曾經透露說 他在2020年把票投給拜登 但拜登上任以來 兩人關係不佳 馬斯克已經表示 這次不會投給拜登 拜登在2021年上任之後 在白宮舉行電動車的高峰會 坐上兵包括了通用福特等 高層主管 但卻獨漏特斯拉 這件事顯然讓馬斯克至今 都耿耿於懷 所以他也看出來 這個福斯新聞就是說 被記者追問 為什麼不能提問 現在他們白宮的自己發言人 其實情況也是非常的緊張 怎麼說白宮發言人 還中斷簡報憤怒離場 我們來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我可以結束 我可以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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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畫面如果發生在台灣 應該是大新聞 白宮發言人直接離場 當下記者其實非常傻眼 再來看到說 美國如果排除在全球的 供應鏈之外 會變成怎麼樣的情況 現在全球供應鏈之爭 已經另創中國主導陣營 現在美國是不是等於 已經被排除在外 拜登成立白宮版的 供應鏈任性委員會 並且宣布了30項的新措施 來加強對美國基金 已經國安至關重要的供應鏈 但是首屆中國的鏈博會 已經在11月28號到11月2號 在北京舉行 已經展示出 中國製造業的自我維持能力 傳遞一個訊息就是 中國依然是製造業的 首選的強烈訊息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中方已經以首代工主動出席 目前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共化中國經濟的新機遇 總論述就是說 這個電博會已經拓展了 中外合作的新機遇 所以這場會展已經吸引了 515家中外媒體積極參加展購 當中還包括一些 美國的這些企業也有來參加 儘管美國一旦鼓吹這些供應鏈的去風險 但是參與了還包括130多家的這些企業 有中外 中國也有來自美國 甚至亞馬遜 蘋果 特斯拉 英特爾 惠普 這些企業其實都有參加 至於第二屆 又像剛剛第一屆結束 第二屆的供應鏈的博覽會 已經有傳出50家的中外企業 已經開始要先報名了 包括了艾普 居醫療 中國電子 國藥集團 以及科大 訓菲TCL等相關企業 都已經有展現 要參加第二屆的鏈博會 現在香港媒體就指出 如果供應鏈移出中國的話 美國將會得不償失 主要原因怎麼說 他說現在轉移到 中國以外的地方 可能不會增強供應鏈的韌性 因為東南亞國家繼續依賴中國 所產生的供應鏈 可能會變得更複雜 受到干擾 現在將這些供應鏈 如果移出中國的話 可能會產生更高的 這些總生產成本 企業會著力回收這些額外的成本 所以消費者可能的價格 就會跟著上漲 再來就是說談到美國難以壓制 像中國的電動車的部分 現在拜登政府發布了新的指令 將要限制中國電池的貨稅收底 主要原因就是說 拜登將從明年開始 在符合電動車的稅收抵制 免條件的電池當中 要限制中國的成分 受到關注的外國實體規則 將對於成品的電池 將於2024年生效 對於用於生產電池的關鍵礦物 將在2025年生效 所以拜登現在的難題就是 電動車的車業 應該花到多大程度上 去中國化的部分 現在就有公司在兩年前 在德州設置一場 北美唯一家生產 超純碳酸乙烯子的工廠 但是隨著中國的量產 這種化學製品 大量湧入市場 價格已經從美噸的4000美元 暴跌到美噸700美元 所以拜登的電動車政策 將可以決定企業 可以購買中國的零價零組件 甚至還必須要從亨斯賣 這樣的企業 美國企業購買更貴的產品 再來看到一方面可以看到 中國現在可能極力招手於 相關美國或是國外的 世界的企業 雙逼賓士跟BMW 現在跟中國合手打造充電站 目標在2026年前 要至少完成千座的快充站點 怎麼說 BMW跟賓士將合資於 中國打造的充電網絡 而這項計劃預計在2024年 就會有個第一站點在中國現身 現在華為的部分 華為一個汽車部門就有破兆的估值 所以中國人搞電動車 真的是太強了 現在就有這個報導指出 而另一部分 美國現在砸下164億元的美元 準備翻修鐵路 這個鐵路將會從原本的這些 美國的東北走廊的鐵路路線 在波士頓 然後最終到華盛頓的部分 但是專家就預估了 這個鐵路要完成翻修 將要花164億美元 等於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話後來講 我們先請教 亮哥 你怎麼看 現在拜登 他們民主黨內沒有B計畫 那怎麼辦 沒有 不是沒有B計畫 是拜登不讓人家有計畫 因為拜登堅持要選 你敢當 敢當計畫 而且他現在民調是遙遙領先 因為其他沒有人有意要參選 比如說那個紐森 加州州長 他一直沒有表達他要參選 他民調就只有10% 所以你這樣怎麼辦 所以拜登堅持要選 所以坦白說 除非明年二三月 民主黨內的人實在是看不下去 比如說拜登亂說話 精神狀態 怎樣 這個必須要由國民黨的 民主黨的州長跟重要的一些國會議員 出來講話 可是目前還沒有 時間還沒有到 因為明年11月才選 還有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民主黨 確實要做出一個痛苦的決定 因為拜登真的講錯話 認錯人的頻率越來越高 然後講話不清不楚的 頻率也越來越高 而且坦白說他如果當選 那下一任他要做到84歲 這個太恐怖了吧 把一個全世界首強的國家 交給一個80到84歲 這個我覺得坦白講 有一些媒體根本就直接講說 民主黨不負責任 這種話都講出來了 所以我大概明年二三月 會比較明朗 所以我並不認為這個議題 他們會束手無策 是 另外就是這個供應鏈 事實上中華大陸 大概從今年在上海辦完 進火柏欄會之後 後來在北京辦這個供應鏈 第一屆 我覺得他大概就看到了 因為他的工業的品項 具有全方位的製造能力 他要邀請國際的來跟他對接 這次去了美國的廠商 大概占20幾% 這個剛好跟你的預期不一樣 白宮搞的那個供應鏈 是要圍堵中國用的 他就是想要建立自己的自主供應 主要的項目是半導體 還有原料藥 這兩個他要先建立 原料藥他現在被中國卡住了 然後一時之間坦白講 也沒有辦法處理 那半導體就是台灣 對 他當然對台灣 最近不是一直鼓勵 像台積電就受到壓力 一直到海外去佈局 可是我認為美國要搞供應鏈 他可能會把自己搞死 因為美國的東西實在太貴了 所以比如說你剛剛講到 電動車的項目 電動車的零組件 全世界沒有人會跟美國買 太貴了 比如說你剛剛講那個價格 一下子就從幾千 四千掉到700 你這個怎麼搞 而且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的 整個供應鏈已經 一貫作業全部都有了 所以我認為美國沒有辦法 這樣硬搞 這個就是完全搞政治的人搞的 你就是會把自己搞死 就這樣 是 李將軍你怎麼看 今天早上 經濟日報登的新聞 現在美國其實很麻煩 如果拜登沒辦法選的話 然後川普現在已經在放話 他要當選的話 他立刻退出IPEF 我們都知道當初他 美國有一個TPP 跨太平洋的一個經貿的一個協會 然後川普一當選 不是 川普一當選以後就退出來了 就不參加 就日本接手 搞個CPTPPP 然後這個拜登當選以後 他又覺得說我美國不可以 沒有亞太這個地方的影響力 所以他搞一個IPEF 現在川普已經喊 今天早上新聞 他說如果他當選的話 他也要退出IPEF 所以我覺得說美國 現在他自己國內越來越亂 你真的不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國家 因為他未來的國家的政策來講 我們看不出來 到底你在經貿或者是說 國際戰略或者是 國家安全方面來講 你要走什麼樣的路線 我們不曉得 對不對 一下子川普 一下子拜登 然後拜登又這麼老 對不對 他可能沒辦法競選 然後川普來講 又等於說是一個狂人 他會出什麼招 我們不曉得 你說供應鏈來講 我覺得大陸這次辦 這次的供應鏈博覽會 其實他就是跟美國叫板 因為美國現在一直在講說 我們之前今天他講的 第一個就是脫鉤 去風險 大概他現在已經承認說 沒辦法脫鉤了 但是他還是要去風險 所以這次的博覽會 供應鏈博覽會 就是告訴美國說 展現出來他的一個 供應鏈的一個實力 說你要不要跟我來 還要不要整個去風險 我們這次看到博覽會裡面 他展現出來 第一個就是跟美國叫板 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不要脫離供應鏈 第二個你看他展覽出來的東西 項目很廣 從農業到金融 其實最重要是 他的製造業的供應鏈 他可以說很完備 整個展覽出來的製造業的部分來講 其實在大陸來講 這是很完備的一個東西 第二個我覺得他最那個是說 他高端 他越來越 他展出來的東西 這些供應鏈展出來的項目來講的話 他慢慢向高端來進步 美國來講現在很麻煩 他自己講說 他們是要Made in America對不對 所有東西要在美國製造 包括一個螺絲釘 問題是說你光做這顆螺絲釘 你到底是在大陸做便宜 還是要回到你美國去生產比較便宜 你的工人 人工成本這麼貴 所以亮哥剛剛講沒錯 等於後續如果你都要回到美國去 你這些供應鏈都要回到美國去的話 你自己會智商很多 很大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說美國來講的話 這次他有跟他打對台 他是任性供應鏈 但是這個供應鏈來講 我覺得中國來講的話 還是展現出來他一個實力 不管是在金融 工業 或者是農業各方面都有 展現出來他供應鏈的一個 一個對全球來講 都有穩定的一個責任跟義務 存在這個地方 是 賓哥怎麼看 我覺得拜登這個問題最大的就是 你如果把拜登換掉 民主黨現在 他們黨內內其他那些人 其實聲望比拜登還要差 支持度比他更低 別人可以換了 對啊 所以這才是問題 問題是民主黨年輕人 到底在幹什麼 為什麼你們讓一個老人家的 支持度是最高的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而且更好笑我覺得這共和黨 那個也比他年輕三歲而已 川普也才 也才比他年輕三歲 所以美國未來幾乎注定 就是老人要統治 川普也遙遙領先年輕 對啊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整個民主共和這兩黨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都是老頭子比較強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 美國現在最奇怪的一個問題 至於說 美國現在想要從各方面 一方面加強自己的基建 另外一方面在全世界 去圍堵中國大陸 我個人認為美國自己要先考慮 清楚自己內部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比如說拜登說 現在要砸164億去 去重建這個美國的 翻新美國 北美的鐵路 你看 大家看起來 他現在每天有80萬 那個運載量好像很多對不對 對 很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知道北捷 我們台北捷運 每天平均運量是190萬 所以他那個運量根本很小 你知道 因為他已經爛到沒有人要搭 他還說要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因為很明顯 在美國搭火車 其實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 因為他們其他 你如果是搭公路 反而比較省錢 然後他那個火車又慢 速度很慢 然後裡頭裝備又破舊 其實那個真的是 剛好就住在鐵路沿線的人 才會搭 其他人不搭的 美國鐵路真正的公用 是在幫他們運貨 他們運很多貨品 化學燃料或什麼 所以他們那個火車一拉 就非常非常長一點 然後速度慢慢慢慢這樣過去 所以美國的鐵路要更改 你說他未來要追上 中國 法國 日本這一國家 他不會追上 因為他的型態根本就不同 美國其實國內主要是靠 公路跟飛機 因為他們飛機票很便宜 所以在美國很多人 如果真的比較長途 寧願搭飛機 我幹嘛要去坐火車幹嘛 反而比較麻煩 所以我覺得型態不同的國家 你恐怕建設也會不同 那美國現在真正的問題是 他的基建大部分是在